從平米小吃到高檔的餐廳 現在菜單上都多了一項植物肉餐點 瑞穎分析植物肉的市場規模 到2030年可能就會來到850億美元 巴克萊銀行他更樂觀 預估到差不多的時間 2029年植物肉至少會佔肉品市場的10% 我們把它算一算就高達了1400億美元 但是隨著美國青少年他對植物肉失去興趣 他對品牌其實也沒有多大的偏好 植物肉要如何成為舌尖上的美味 一起來看到台灣雲林鄉下的植物肉大廠 還有哪一些商業的佈局策略 我們是從1995年開始做這個植物肉 在台灣我們就開始 在那個年代的時候是吃素就是宗教 就是它需要素食它需要蛋白質 那我們就去想辦法去做到像肉的口感 像肉的蛋白質就是讓吃素的人更完整的營養 紅陽食品董事長謝祈峰 除了當兵念大學從來沒有離開過雲林顯四湖鄉 二十多年來在這裡打造出全台最大素食工廠 一條龍自動化生產銷售全球 比爾蓋茲全世界最有錢的人投資了很多的廣告 讓全世界的人知道說不是吃素吃植物蛋白會更完整對地球更好 素食賣了二十多年如今被冠上植物肉新名詞 謝祈峰說植物肉跟素肉的製造過程差別不大 同樣是利用植物蛋白透過擠壓加工方式形成素肉胚 差異在於口感 紅陽開發出三十多種的咀嚼感 隨時可以變化出各種不同的產品 那要讓更多人去食用植物蛋白一定要美味 不能夠有像宗教的這種信仰的 因為它不能吃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隨便的添加物就可以讓它能夠享用了 但是現在做這個市場是吃婚的人的市場 他因為不想吃動物 所以要吃植物蛋白 那我們就要做到像 一公斤牛肉產生超過三十公斤的碳足跡 一公斤的素肉碳足跡是2.75公斤 牛肉素肉碳足跡差了快十倍 有一位做十幾年的壽司店的老闆跟我講說 他每年在買魚貨 沒有一年在疊價都是在上漲 海洋裡面繞不到雨了 魚漲的緩子的速度被人吃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它一直在成長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會怎麼樣 會撈不到魚 但我們要怎麼樣去減少吃魚嘛 就是盡量吃植物性 從牛肉到魚 消費者口味變得更有環保意識 研究機構AT Kearney 預測 2040年植物肉將占全球肉品市場25% 相當於4500億美元的市場規模 當然也不是說叫你肉不吃啦 至少你一個禮拜先做 每個全世界70億人每週一日不吃肉 對不對 這就是你看會減少多少數量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市場 這根本一百個弘揚也做不完 by Beyond Meat炒熱植物肉市場所思 弘揚食品近兩年營收 維持兩成以上的成長 除了邁進各大連鎖通路和供應鏈 更讓謝其鋒興奮的是 國際餐飲連鎖與食品業者也主動找上門 架談業務合作 包括以整場輸出的模式 設立海外植物肉工廠 大概在18年的時候 我先前先兩個兒子當兵退伍 他們就在講說 怎麼公司都是在做代工 他們說我們要來創造我們的品牌 就開始有了VVeat跟Hoja等 弘揚以外銷為主 佔營收高達七成 原本代工穩穩做就能穩穩賣 如今二代接班推出自由品牌 瞄準綠色飲食風潮 繼續做大植物肉市場